茄子不要总是吵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做法简单,而且开胃又下饭 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茄子清洗干净,缺掉头味 然后我们需要把茄子切成长条状 茄子几乎是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食材 尤其眼下正是茄子大量上市的季节 新鲜,水嫩还清甜 无论是红烧,清蒸还是凉拌都各具风味 深受大家欢迎 但是我们在做茄子的时候呢 总是会遇到一个难题 容易发黑,影响食欲 不过也不要过于担心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妙招 蒸之前呢,只需要多加这一步 保证茄子鲜能不发黑 吃着更香,更有食欲 切好的茄子能放入水中 再往里面呢,加入少许的白醋 将其搅拌溶解 茄子切开之后呢 很容易就氧化变黑了 这个时候,我们放入白醋水中浸泡一会儿 这样蒸出来的茄子呢 就不容易变黑了 记得找个中午压一压 使茄子全部浸泡在水中 这样才有效果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准备些许配菜 准备一点青红椒 将其切成小米椒圈 搭配少许的青椒 搭配少许的青椒 颜色会更好看 然后我们再将其剁一剁 这样作为配菜呢,会更好看些 剁好的辣椒段,先放一边备用 跟着准备多一些的大蒜 拍一拍 再剁成蒜末 柔软的茄子配上喷香的蒜末 是会越吃越香的 剁好的蒜末和辣椒放一边备用 这会儿我们把茄子空水捞出 往里边加入少许的熊油 加熊油的目的 是防止茄子在蒸的过程中氧化变黑 同时可以润化茄子 使茄子蒸出来口感不会那么色渴 然后水开放入蒸锅就好 铺开一些方便受热 一定要先烧开水再放入茄子蒸制 瞬间高温可说出茄子的颜色 盖上盖子蒸8分钟就可以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来炒制料汁 起锅稍有 油热下入蒜末辣椒 将其炒香 跟着加入少许的生抽调味 再来点蚝油提鲜 少许的香醋将其煸炒均匀 煸炒入味 然后加入少许的清水 大火煮开即可 现在关火先放一边备用 这会儿茄子也已经蒸制好了 把茄子蒸软即可 关火后马上从锅里取出来 这样茄子就不会被闷发黄发黑 加入料汁 美味集成 经过蒸汽熏蒸的茄子条 变得柔软又非常滋润 提前涂抹食用油 即便是蒸出来 口感照样柔软绵润 看着茄子鲜亮的颜色 很能勾忍食欲 尝一口 咸香鲜 柔和的辣 微微的酸 味道丰富有层次 茄子软润细滑 超级的下饭 口感不说惊艳 但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大家无论多忙多累 也要记得按时吃饭哦 保持健康饮食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 希望这个夏天 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期再见